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点跟上 走 跟上 后面跟上 走 进来能够快点 还好吧 快点 好 三百 跟上 咱们跟上 跟上 好 队长 队长 走 好了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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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来一队台北兵 大概多少人 有一个连队在这儿 快 郝大哥 兵追过来了 你带人先走 我来断后 你先走 我断后 你还有伤 快走 我这点伤不算啥 没时间了 好执行命令 后面跟上 保保全衣等着 住藏毛 把守战给我 咱俩都跟近点啊 拿着 中战安全 我在前面等你 走 快 你们跟我走 你走 休息了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不用 我来吧 我来 我来 你走开 我来 我来 你走开 好 来 我来 快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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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修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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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修 修手 娘 修一修 你了 修修 修 修啊 怎么了 娘 修 你这是要伤了 孩子 快帮我把他扶进屋里去 快 快 快 修 不怕 不怕 修啊 不怕 小王 小王 走 不怕 小王 小王 不怕 小王 "... 自己吃 ... 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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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比赛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came mü 可是同志们 我们想一想 谁来赦免我们呀 我看他蒋介石是不会赦免我们的 这上帝也是不会赦免我们 我们呀 就只能靠我们自己这两头腿 自己走出去 可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 因为我们丢了根据地 为什么丢了根据地呀 就像伯谷同志所说的 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 没错 这敌人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 但是前四次反围角 敌人的力量就不强大了吗 到了第五次反围角 我们的红军有了八万多人 前几次反围角 我们打了这么多仗 人数也不过一两万 两三万 可是敌人的第五次围角 没有被我们粉碎 说到底呀 还是我们的军事路线上 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是 不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 要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的革命军队 要有独特的战略和战术 这蒋介石对我们采取的是堡垒战术 可是我们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 却要求我们堡垒对堡垒 所以呢 我们跟敌人打了整整一年的小好战 这根据地是越来越小 本来呢 是为了不丧失一寸土地 结果不得不全部丧失 来了个大转移 我们自己想一想 支持这种打法的同志也看一看 敌人是什么条件 我们是什么条件 跟敌人打消耗 我们拼得过吗 这就好比 这龙王跟龙王比宝 还有得看 这叫花子跟龙王比宝 未免也太滑稽了吧 这不是客观事实吗 为什么这么无端的 说我们的战刃是错误的呢 伯伯同志 李德同志 请坐 坐 李德同志 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们看 这两位同志啊 还是这个急脾气 其实啊 大家仔细想一想 伯伯同志 李德同志 其实也是好心 也是为了打胜仗 但是有一点 你们在这个战略上 确实是有错误的 我也知道 你们呢 是怕丢地盘 是怕打烂了 我们的瓶瓶罐罐 这打破瓶瓶罐罐 大家怕不怕 反正我毛泽东是害怕的 反正我毛泽东是害怕的 可是同志们 不行啊 在市场交易里啊 买者丧失的是金钱 取得的呢 是货物 卖者呢 丧失的是货物 获取的是金钱 如果我们丧失的只是土地 换来的却是胜利 加恢复土地 再加扩大土地 我看呀 这就是一个赚钱的买卖 这个买卖可以做 在革命运动之中呢 我们丧失的是破坏 而取得的 则是建设和进步 还有一个比方啊 这睡眠和休息 丧失的时间 可是换来的呢 却是第二天工作的经历 就像啊 这博物同志 昨天也说了 我们开会开到凌晨三点 大家先暂时休会 回去睡觉 这么简单的道理 如果哪个蠢人要是不明白 拒绝睡觉 今天这个会 他开得就没得精神 是不是 同志们 对 就是这个 还有啊 有些同志 对我的诱敌深入 总是不理解 总是批评我毛泽东 游击主义 逃跑主义 这又有一笔啊 两个全师比武 这聪明的全师呢 往往会退让一笔 只有蠢全师 才会气势汹汹 劈头史上全部的本领 结果呢 都会被退让者所打倒 大家都看过《水浒传》 知道里面有个人物 叫做洪教头 这个洪教头呢 在柴进家想打林冲 一开口 就连喊了三句 来 来 来 这个林冲啊 退让了一步 看清了破绽 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上 你说啊 这么浅显的道理 有些同志他就是不明白 我们洪军最擅长的就是运动战 这运动战说到底就是一句话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跑嘛 我呢也经常跟身边的同志说 准备坐下 又要准备走路 但这干领袋不能丢了 可是我们的有些同志 偏偏是一副大国统治者的作风 非要打什么正规战争 拒绝流动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越是反对流动 最后就落了一个大大的流动 所以啊 我们一切还是要从实际出发 有什么条件就打什么仗 再什么山头就唱什么歌嘛 有的 说得好 说得好 好 最后 我再解释一下 李德同志刚才那句话 苏联革命战争胜利的经验 大家都知道 苏联战争 前面可有两个字啊 苏联 可这是哪儿啊 这是中国的 苏联跟中国的国情 可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中国就有一句古话呀 叫做菊 胜于淮南则为菊 菊胜于淮北则为纸 这个菊子呀 又大又甜 这个纸呢 又小又涩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条件 同样的事情 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这苏联跟中国的区别 可比淮南淮北的区别大多了 如果把苏联的革命战争经验 升班应它到中国来 那就是一句话 求极得知 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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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 完全同意 谢谢毛泽东同志 刚才的意见 好 好 对博古同志 李德同志 错误军事路线的问题 同志们 都有很多的意见 这些意见 难道之前 就没有提过 不是没提过 是 你们二位同志 根本就不听 不但不听 还加以压制 今天 在这个会上 我王家祥 代表牺牲的那些同志们 问你们一句 党内的民主 是不是 在你们这里 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 是不是 你们自认为掌握了权力 就掌握了真理 权力跟真理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 对 同志 从中央苏区 向远方转营 这么大的事情 竟然没有召开 政治局的会议讨论 试问 你们究竟把党内的民主 置于何地 我认为 三人团的权力 实在是太大了 鉴于目前的情况 李德同志 已经不适宜再继续领导军事了 应该 立刻撤销他的军事指挥权 毛泽东同志 应该立刻参与军事指挥 我说完了 我同意王家祥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 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对 我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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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 有紧急军情 本来 我看 今天的会 要不然先到这儿 同志们 有紧急军情 暂时修会 彭德怀押上昆同志 我猜不在哪儿 没有 小学校 就打老鲜 跟宁 高兽 带 很抱歉 模仿 好了 老鲜 我 gro' boy 你多聞到了 我 burg主席 剛纱會上 主席跟家鄉同志的發言 都是對的 我老婆完全贊成 本来呢 我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 等这后面的会 我也参加不了了 就请你啊 一定要替我转达 咱们红军战士 用鲜血换来的地方 就这么让他们给搞丢 他们才卖夜天气 我心疼啊 红军 绝不能继续让他们搞下去的 再搞下去就彻底完了 我同意老毛继续回来领导红军 这就是我的意见 你放心 快去吧 谁啊 恩来 是我 从这边了 你可以冲着我 你必须把这边找到 它是什么 是什么 来 波谷同志 这么晚还没休息啊 睡不着 想找你聊聊 啊 请进 还忙着呢 在准备明天开会的资料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凯文会啊 我回去想了很多 思来想去 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今天在会上 洛府 毛泽东同志 他们怎么能 别着急 喝点水 我知道 他们批评我的报告 主要是军事上打了败仗 但是我是严格按照 王明同志的指示执行的 而且李德同志 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有战争经验的军事专门人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为博谷同志的报告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 洛普同志 王稼祥同志 前两天对博谷同志报告的指责 是错误 众所周知 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 是无限忠实 并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 这些年 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是有目共睹的 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我们对同志的批评 应当实事求是 绝不能像前两天那样肆意夸大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凯峰同志 对大家的反对意见 说是肆意夸大 事实上 博谷同志 刚刚提到的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这些成绩 那都是我们所有同志 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成绩 况且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 几乎被你们的错误指挥 全部毁于一旦了 所以啊 我认为 博谷同志第一天的报告 和他刚才的发言 不是实事求是的 而是在为自己犯下的错误 在辩论 而且 我认为 三人团 在指挥红军 对付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 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 这个错误 在整体的战争上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进攻时的冒险主义 第二个阶段 防守时的保守主义 第三个阶段 退却时的逃跑主义 还有 李德同志 只知道纸上谈兵 教条僵化的指挥作战 毫不考虑实际情况 他甚至都忘了 我们的战士 要吃饭 要睡觉 要行军 也不考虑我们走的路 到底是山路啊 是平原啊 还是河道啊 只知道在一张地图上 这么一摆 这么一画 还要规定时间去打仗 这么只会作战 能不失败吗 我再重复 再重复 再重复 我使用了评论 从中央共产党 被损了血和瘤 到底是否有错 你能说不对吗 苏联红军流血牺牲 换来的经验 当然值得尊重 但是中国红军 流血牺牲得来的经验 就不值得尊重吗 我们红军因为你们的 错误指挥 流血牺牲 就应该舒适无赌吗 我们的中央红军 从八万多人 锐减到三万多人 难道还不能让你们 积取血的教训 还要让你们固执地认为 你们一点错都没有吗 就军事问题了 李德同志 是在莫斯科 扶龙之军事学院学习的 是受过正规训练的 毛泽东同志 你只不过多看了几次 孙子兵法而已 只会在书本上去打仗 难道你说的那一套 是马列主义吗 你说 我是按照孙子兵法去打仗 好啊 开放同志 那我问问你 你读过孙子兵法吗 这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啊 这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啊 我看啊 这句话也没什么不对 更没什么不好 我倒是认为 我们应该坚持这样做 正是因为我们在山沟里打转转 搞调查 搞研究 我们才会有了 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支武装部队 是啊 我毛泽东没有出国 也没有去过苏联 更没有学习过所谓正规的军事政治学习 但是谁规定的 土包子就不能读马列主义啊 反而我倒认为 真正的马列主义 就是四个字 实事求是 而且 我们不光只懂理论 还会灵活运用理论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做出一条属于中国革命的 正确的革命大物来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刚才的讲话 你们以堡垒对堡垒 短措突击的战术 那完全就是错误的 我们多次向你们反映 提过建议 可是你们听吗 你们硬是充耳不闻哪 为什么 因为你们心中根本就没有群众 我眼睁睁地看着同志们 一个个地倒下 我心痛啊 博谷同志 你为什么就没有感觉呢 同志们啊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这古今中外的战略家 讲究的都是集中兵力 而我们的李德同志 却让咱们分散兵力 毛主席 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 给我们总结了战术 所以才有我们前四次反眉角的胜利 很可惜啊 这第五次反眉角 把我们刘萱牺牲的经验 那是统统抛在脑后了 说得好 李德同志 你说我们红军到现在 还保存着有生力量 好像正是你指挥下的成果 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不是我们红军 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对点体制 这点加点 就快被他们外光了 我们要用唯物辩证法 来研究运用战术 事物是变弄 情况是迁移的 绝对不能用 一成不变的老章法 来指挥部队 我来说几句 自从临时中央 来到了中央苏区 就开始排斥毛泽东统治 波谷同志 你把军事指挥权 交到了一个 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 只会拼命的外国人手里 湘江一战 数万红军血洒湘江 留在了湘江 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 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 在通道提出转兵进入贵州 湘江的悲剧还会重演 波谷李德同志 到目前为止 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如果你们继续坚持 你们错误的领导 我朱德还有全体红军将士们 真绝不跟你们走了 如果想挽救危局 必须让毛泽东同志 出来参与军事指挥 我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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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们 博谷同志 就算有错 也不能说是政治路线错误 只能说是军事部分 战略战术有些错误 军委具体执行后出的问题 要博谷同志一个人付责 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不公平的 这我们用来搜导来 靠军事顾 和输军事指挥 的逃避 请不信 看不信 这一席 就算了 到 šo了 不信 统治 那是 我完全统一 毛泽东同志 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评 并且支持朱德同志的建议 让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红军 在这次战略转移的过程中 所造成的损失 我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我请求中央撤换掉我的职务 让更有能力的同志来替代 让党组织重新安排 同志们 我们批评错误 但并不是批评错误的本身 况且这错误一点也不可怕 只要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 勇敢地去改变 这错误啊 就会成为成功的垫脚石 我们未来的路啊 一定是前途光明 来 乐福同志 你帮同志 谢谢 上千 都发同志 家下同志 同志 同志们 我们现在跟敌人相比 可能还弱小一些 但是弱小同样没什么可怕的 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团结起来 坚定信念 一定会把这个弱小 化为我们的强大 这最后的胜利啊 也一定会是属于我们的 说得好 好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贵州遵义召开 会议增选毛泽东 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事实上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 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 开启了党 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在最危急关头 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强盖异导集体 沿沟长江水 向东流 沿沟长江水 漫漫成长江水 向东流 无尽一重 恶异导 曾经并肩的占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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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满天心动 待我容归后再举手 假同学少年 放我依旧 沧桑的兜兜 先走 穿过着阳光 沧桑的兜兜 是谁包围着 是心之火 照亮着天空 无尽的辽阔 装你的伤痕 会对我诉说 心中的狠行 永不回忆录 永不回忆录 报告 小褶金拿 不惜 你看 我的金资标不标准 来 这样 这样 把手并过来 这样 就更像一名标准的红军战士了 会吹吗 嗯 给我吹一个 那不行 得有我们连长的命令 不能随便吹 四号约 到 我现在代表你们连长命令你 吹 不认识 出发好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今迈步从头月 从头月 苍山如海 残阳如雪